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在本周六就要登场 而新年入围最佳国云南歌手奖的组合 堪称是歌坛、老将跟新世代的大厮杀 像是周华健他回到了最初的音乐本职 获得评审青睐 另外单分的吴清风也走出不同于乐团的精彩 张正月直浦动人的声线也是令人惊艳 还有来自大马歌手黄明志 因为强大的气话加上唱功 也要绞出本届的歌王宝座 从网络爆红的新生代歌手Jay Sean 继2018年入围金曲最佳新人奖后 这回首度入围最佳国云南歌手奖 面对音乐风格迥异的对手们 Jay Sean以骨子里的R&B灵魂来迎战 R&B跟嘻哈都有一个直白的特性在 对 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至少自己是满意的 我觉得它就是有机会 同样要竞争歌王的另一位新生代歌手 来自中国的求得 坚守音乐创作理念不被外界影响 来看看今年入围最佳国云南歌手奖的组合 堪称是歌坛老将和新生代的大厮杀 除了新生代还有中生代 来自大马的歌手黄明志 第三度角逐歌王宝座 对我来说我每一次我都很感动 是因为一般上大家都把我当成就在网路上 就唱那些有的没的 然后就每人讲话 然后就耍白痴的一个人 然后很少人会认为说 原来你是一个音乐人 声陷动人的张正月 时隔六年二度入围歌王 这回以乐视唱腔加上述说风格 唱出一首首故事 而歌手吴清风则以单飞身份 迷幻风格受到大家注目 而魁伟六年才以新专辑 和大家见面的歌坛老将周华健 抛下三十五年的国民歌王包袱 对歌迷一起回味经典 这场老中青三代歌王的争夺战 究竟会谁夺下歌王宝座 也让人期待 记者送我们到